这一节就会和Michael谈谈煤股 今天是表现最差的板块 你看到版面上现在头三只股份 跌幅1%至9%都有 其中最差是中煤能源 上午最多跌近1.6% 但去到50天线就有个支持在 看到现在的跌幅都收窄了 是跌9% 中煤有消息的 就出了头三季的业绩预告 9月底至头三季估计就是 赚125亿多至138亿多人民币 按年计的话 增长介乎是1.8倍至2.2倍 其实头三季顺利都倍增 但似乎市场就不多满意 因为拍在上半年看 其实已经是赚85亿多 但第三季如果按季去比较 其实就出现一个倒退的情况 问Michael来了 明明上季大家都一直在说 然后煤价会继续上升 中煤的业绩快步自己都说 主要的产品销售价格 都会大幅上升 何解释到现在最终 第三季反而就比第二季赚少了呢 我想变成 虽然煤炭价格继续向上 但中间有些物流 或者是生产成本 或者是推动 再加上电价 我想未必一定是全部反映 但我相信可能是中间这些 这样的营运成本增加 就令到削弱了它本身 纯粹是依赖煤价格 就是那个上升带来的利润 我想是有机会削弱了 一个边际利润的情况 至于股价反映 除了在这方面看到季度方面 就是环比有点走样之外 都是觉得未来来说 我想可能是增加供应 或者在这方面的推动 煤炭价格 应该大约第四季 市场都会出手 或者中央方面都会出手控制 看到动力煤价 未必再比它走得那么前 升得那么高 所以股价来说都是 开始走前一点 借势有机会回落的情况 但其他煤股方面又是怎样呢? 因为其实好像大行 点评中煤能源的话 当然说第三季就差过预期 但又不是每个都看得差 因为其实除了中煤能源之外 另外两只好像神华、燕煤 其实跌幅相对上就没那么显著 好像大行花期 它就刚刚先升了神华的目标价 最新是看到24.5元 现在神华现价就做18.04元 它的理由其实都适用于其他的煤股 就是它看好煤炭价格今年可以保持坚挺 看好平均售价 升了去今明两年的盈利预测和目标价 其实好像大行所说的 其实是否整体上 煤股或者行业上 那个前景的表现也是不错呢 嗯 神华反而有点不同 我想在结构上大家知道 它相对来业务多元化 会变港路死犯 所以就算说煤炭价格升 它亦都可以自给予其他项目去配合 所以整个产业链的推动来说 应该还可以大家互补不足 有个顺畅的情况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的推动 就不是单看煤炭价格上升 对它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反而相比之下中煤能源 都某个程度 它可能都是煤炭上游的业务比较多 但是一路来说 它比在铜组之中比较上弱 甚至比燃煤来说 股价或者整体 很多时候看回投资的前景 比较上弱有点摆动 因为它们的债务 或是财务财政方面的情况 就比较上弱 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比较来说 大家觉得吸引力或前景来说 都会有少少不同 如果与神话比较 在业务多元化的程度 更加有失不及 除了神话 就好像刚才Michael所说 业务很多元 另一样重点就是它是高息股 通常末期息都非常慷慨 但第三季业绩的话 就不会派息 加上看到它的股价上去看 其实去8月底9月初 就冲到上去 也有19.36这些高位 如果大家看好这个股份的话 是否都等它再调整多些 才考虑这种煤股呢 我觉得是 尤其是 始终现在煤炭股 某个程度 虽然神话来说 都叫做业务多元化 大问题市场 现在都是触我 即是说现在第四季 在这方面的推动 尤其是内力方面 虽然现在上浮了电价方面 收费的情况 但如果煤炭的价格 一路是高举不下来说 其实都有个担心在这 当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算神话 即是叫做在早内来说 我觉得相对地 即是叫做业务面 或者基本面 受到这方面 现在政策的变数 影响比较少 但就算如果真的要考虑来说 未必在现价 或者我想要再低下多少 甚至乎打底 在现在50天线 接近17元以下这位上车 我想才会比较划算